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8月9日 神户胜利船望琴拍雷素耳 星期一下午日职联继续进行 届时神户胜利船将主营拍雷素耳 两队目前积分差距超过20分 加上神户胜利船近况你好 主场连战连胜 再到主场出击 神户胜利船剑指3分 另外安波直播届时 会有今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日迹球迷都不会错过 神户胜利船最近状态不错 他们过去六场各项赛事斩获5胜1 和的不败阶值 其中均长入2.33个波 进攻表现十分出色 至于联赛方面 神户胜利船同样不黄多样 他们已经连续七轮联赛保持不败 其中多达五场胜像 朱如杜拉格斯 和山口型等人都曾有过精彩的表现 更为有利的是 神户胜利船今季联赛主场表现不错 在已经进行了的十场主场联赛中 他们在季初输过比名古屋白瓶 近两个联赛主场赢球之余 合共德塞球比位8比1 而联赛主场均长1.7比0.6的攻防表现 亦算是日积联交为出色之一 今次主场出击 神户胜利船有望赢球 在阵容方面 前锋连干山道士相决 帕雷素尔近方就没有神户胜利船理想了 他们近六场各项赛事 输足四场 而联赛方面 五月至今紧在湘南比马 同埋六到六角身上赢过两场 其余一和八负 简直毫无状态可言 毫无疑问 困扰着他们的在来自攻防两端的不作为 22轮过后 22比32的得失球比 足足负面十的球差 是罪魁和首 阵中入波最多之人 就只有克里斯蒂亚诺的三个球 更为惨淡的是 他们阵中作客入波最多之人 也不过是帕杜鲁尔 同大南托磨的两个球 而后者甚至还不是攻击手 这个亦同他们的作客战绩较为贴切 要知道帕雷素尔今季联赛作客 胜率不过两成不到 今次徽军神户胜利船杀鱼 而归机会大 在阵容方面 中场大谷秀和恩商缺陣 后卫艾马晨 和前锋安组乐迪质因签证问题要缺席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英超、二甲、八甲、NBA等精彩 终求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便看好球 什么发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